这个光头买一杯咖啡就会少活两分钟 付款机直接没收了他两分钟的幸运 在未来世界 一分钟就等于十块钱 所有消费都不花钱而花时间 时间能和别人交换 也能996打工获得 可一旦手里的时间用光了 就会像这个人一样横死街头 但男人只剩下不到一天 他来到酒吧找兄弟续命 可兄弟却翻脸不认人 就在他觉得活不到明天的时候 一个意外之喜出现了 旁边一个醉汉手上 净足足有一百多年的时间 男人来到他身边准备搭讪 可突然一群不速之客来了 他们是著名的时间大导 领头盯上了醉汉的时间 准备和他掰掰腕子 但男人可不愿放过这个好机会 他趁醉汉上厕所准备的时候 一套操作救了他 接着两人来到一个烂尾楼 主角光环很快就感动了醉汉 醉汉感慨我从来没缺过时间 我对时间不感兴趣 男人看着所剩无几的时间 这句话震惊了醉汉 他表现出一副要慷慨解囊的样子 不多说了 都在酒里 一觉之后男人醒来 16年 男人瞬间哑麻呆住了 他看向窗外 只见醉汉正坐在桥边 等着最后五秒的结束 晚上 一夜暴富的男人想给母亲一个惊喜 不出意外的话马上就出意外了 公交车上并没有母亲的身影 男人觉得事情不对撒腿就跑 原来 车票今晚涨价到两小时 可母亲只剩下一个半小时 他只能徒步跑回家 可几小时的路程根本不可能完成 半路他手上的时间不多了 而他却仅跑了一半 这意味着他即将驾和西去 下一秒 男人突然出现了 一间分给母亲 但这是母亲剩下的时间 却只有十秒了 这个着急的男人下车后一路小跑 路人却像看傻子一样看着他 因为在富人区跑不是违法的 男人突然毛色顿开赶紧停下来 为了不让别人看出自己是穷人的身份 他来到旁边的八星级酒店 直接开了一间豪华总统套房 但服务员却并没有收钱 只是拿着机器在男人的手腕上 刷了一下就开好了房间 原来在未来世界 所有消费花的都不是钱 而是人们手上剩余的时间 一旦时间用光就会架和吸取 男人就曾眼睁睁看着母亲死在自己的怀里 他躺在酒店的床上感叹命运的不公 于是决定玩点大的 他来到富人区最大的俱乐部 准备给自己来一场豪赌 这次男人盯上了富人区的银行行长 不成功便成人 他二话不说将自己的时间全部缩下 只给自己留下二十秒用来开牌 可行长却微微一笑 他输了不要紧 男人输了可就没命了 这时男人只剩下五秒钟 没想到天无绝人之路 男人直接搞到了一千一百年 虽然这点时间对行长来说小打小浪 但对男人可是闲鱼翻身 他迈着自信的步伐准备离开 可没想到富波勒竟然来了 原来他们检测到富人区出现了一个穷人 接着富波勒没收了他刚迎来的时间 只给他留下了两小时做笔物 但男人可不是个老实孩子 男人逃了出来 还顺手带走了行长的女儿 可是等男人逃到穷人区后 两人的时间都所剩无几 他决定威胁行长勒索时间 可行长却被富波勒控制 一秒钟也拿不出来 老爸不管女儿的死活让女儿非常寒心 他竟然决定要和男人干票大的 这个男人正在打劫 可是当路人下车后 他竟直接和路人来了一次深情地握手 接着便和女友开车离去 两人看似什么都没抢到 但是他们却被富波勒给定位了 因为在这个世界 时间代替钞票成了唯一的货币 男人刚才和路人握手 正是在抢夺路人十年的时间 而作为时间守护者的富波勒 通过跟踪时间流量直接定位了他们 可男人和女友却浑然不知 反倒是准备策划一场更大的打劫 两人开着摸摸车趁人们不注意 他们直接冲进了银行的保险口 将时间储存器全都扒拉到箱子中 临走前还做了一次好人 让大家进来敞开了那 男人和女友回到穷人区 慷慨地将时间都分给了穷人们 可是男人却还不满意 就算给穷人们十年二十年又能怎样 穷人依旧是穷人 贫富差距不会改变 而这时女友却告诉他 他知道一个地方有一百万年的时间 可以让他们真正地动摇富人的地位 而这一百万年 就在城市第一银行的行长手里 可是女人在无数的枪孔面前 只能缓缓放下武器 但他似乎并没有丝毫慌张 下一秒 男人突然持枪出现在行长身后 行长命令手下放下武器 带着二人来到了他的秘密小金库 当行长说出金库的密码时 男人瞬间哑麻呆住了 竟然是手机前 你的生日 他打开小金库大门 果然有一百万年 男人临走前不忘骂行长一句 真不是个东西 接着两人心满意足地离开 就在他们刚回到穷人去边境的时候 一个靓仔街停了他们 憋屈已久的富波勒可算找到了他们 男人的传奇故事难道就此终止了吗 只见他撸起袖子疯狂暗示 富波勒瞬间哑麻呆住了 自己只剩下五秒钟了 故事到此结束